你 干什么你 待会儿就说是我不让你去的 太子殿下 皇后娘娘等候多时 里面有请 参见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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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吧 太子 你说太子妃因病无法起身 所以才让赵良娣代替出席 那为何太子妃又独自出现在市井当中呢 母后 装病的是她 脚掌在她身上 她要去哪里 我怎么知道啊 太子妃 回禀母后 是我自己不想去 玉佛节这么隆重 小枫又不懂中原的礼仪和规矩 万一去了 失了身份 有损皇家颜面 你 你这话 岂不是让母后误会 是我不让你去的 你先是假意称病 说自己不能去 然后又故意出现在朱雀楼 让父皇和母后看见 你这么做 无非就是因为大婚之夜 我去了瑟瑟那里 你嫉妒成性 你为了报复我 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我报复你 你别吓人之心了 是谁平白无辜 不怕我那大闹了一场 说我是野蛮女子 说我有损皇家的颜面 是谁为了带赵良娣去玉佛节 还拿走了那件衣服 永远都可以作证 没错 我就是不想让你去 我就是怕你丢了皇家的颜面 住口 你们可知道 若是定要追究此事 你们便是罪犯欺君 小风是我豊朝的太子妃 即便有什么不妥 谁敢在背后说三道四 难道今日太子妃不去 让一个侧妃去 皇家就有颜面了吗 赵良娣 你好大的胆子 皇后娘娘 瑟瑟不知犯了什么错 太子向来谨言慎行 这次必是你狐媚获主 缠着太子逼太子妃装病 好取而代之 我没有 念你是初犯 本宫就罚你在自己的殿中 竟私己过 贵经三日 母后 皇后娘娘 这件事情错不在我 娘娘为何要罚我 你竟然敢顶撞本宫 既然你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那就罚你贵经一个月 好 每日必须贵够六个时辰 不得离开青鸾殿半步 直到你想清楚了自己错在哪里 母后 此事不关瑟瑟的事 是我自己不愿带太子妃去的 对啊母后 是我不想去的 不关照料你的事啊 你闭嘴 太子是嫌罚得不够重吗 母后 母后 太子殿下 不要再说了 妾身甘愿领伐 谢皇后娘娘恩典 良娣 太子娘 太子内